字幕称字幕 李宗盛 Hello 晚上好 軟糖 就記住軟糖了是吧 記住那個星星軟糖 你們的記憶點真的是 就是令我惊讶的记忆点 今天没有带心灵卵糖 今天是一颗小珍珠 没有啊 心灵卵糖还在 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酱子 所以今天就随机直播十分钟 然后不播太久 因为我手机快没电了 我想充电 晚上好 还好吧 这是那个谢漂亮 从韩国给安妮买的顶帽子 然后 我一会儿 安妮不动 对我还一会儿想 电梯一个上一个下 对哦 一个上一个下 你们好能联想 王二宁 干嘛 等一下 我可以离开一会儿 我离开一下 王二宁 你这个狗根 害我 好 对 谢漂亮给安妮买了顶帽子 但是谢漂亮说安妮戴上之后像个和尚 我去买包薯片看直播 真过分 我也想买包薯片 谢谢你送了一个生日气球 狗东西 就是 对安妮的统称 分配突然提高 啊 你是这样 这样听吗 真过分 我也想买 对 我现在应该去卖薯片 我觉得 谢谢一个48小飞艇 啊 有点湿了 我的天哪 谢谢玫瑰花 哇 喵喵苗 喵喵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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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Leo清空找了凳子 然后凳子里面有很多小洞洞 安宁就对洞洞很好奇 其中心中你不如 fusion 这是 就是但是他今天 让我很惊许 就是我把安妮带到楼上去了 我最后带到楼上去带那个帽子嘛 然后就是给那个皮皮囊看看 然后结果没想到安妮异常的乖巧 安妮平时是一个啊啊啊啊这样的毛 结果她在三楼之后还比较乖 你今天还比较乖哦 干嘛皱着眉头看着我 小妮子 其实也没有 她会应该会成为 她会成为最讨厌 她不会成为对冲 对冲 终于赶上一次直播 你们现在应该是白天 对白天的中午吧大概 对安妮也比较喜欢漂亮的人 然后就是如果她钻到 我还以为如果她乱跑不小心钻到人家床底下 我可能就是今天晚上领不回来了 但是没想到还好还算是乖一点 白天的11点20分 哦真的很巧 看到直播封面就进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爱上一只晚上不回家的猫 我的天哪 她就是这样的一只猫 我现在就是很担心的是 我需要赶快给她做绝育 不然我觉得有点危险 而且西西最近救助了一只小猫咪 那只小猫咪就 我感觉那只猫咪应该比安妮刚来的时候要大一点 因为那只猫咪已经有五官了 就是脸已经长出来 长成这个形状 就是鼻子都已经长出来了 然后耳朵也长出来了 安妮刚来的时候就是没有鼻子 像脸上半天打过了一样 然后耳朵也不是很明显 然后但是我觉得那只猫已经长出来了 但是她比安妮瘦很多很多很多 我觉得就是饿的 安妮还是命太好 就是被养的被小的时候就被养的白白胖胖的 今天大结局了我还没有看 对今天大结局了 但是我不想说不想不舍得大结局你知道 每次看一个什么东西 不管是电视剧啊还是小说啊 就会觉得啊结束了怎么这么快结束了就这样子 那看的时候就想说怎么还不结束啊 绝月的话应该要六到八个月 嗯 对现在已经很明显 之前她几乎都没有耳朵 早上七点我在大巴里的小小落里 哇那我们那边我们这边应该是晚上 又有一首诗出现了 不过我每次念诗的时候我就要看很久 然后才能知道她写的到底是什么 我上次自来我肯定不会在睡觉时间看直播 其实我也我也不会在睡觉的时间直播 哈喽晚上好 嘿晚上好 我觉得我今天的直播好像是刚开始就要结束了 嗯 明天三点我应该不是那种露脸的直播吧 我跟你讲我如果那种时间开始我绝对不是我自己想开的 肯定是身边有人松露我 身边有人搞我 嗯 嗯 压根就没有固定睡觉 我觉得我睡觉身很固定啊 就后半夜就睡了嘛 感觉声音有些轻 哦 嘿嘿 安妮 我给安妮昨天洗个澡 安妮现在可香了 嗯 来 安妮营业 嗯 安妮营业 嗯 头还有点臭 身上还是很香的 身上可香了 就头有点臭臭的 安妮营业快点 快点营业 嗯 快点营业 啊 啊 痛死了 你这给我来了一口 你是人吗 你是人吗 你不是人 好吧 啊 你营业快点 你怎么也是偶像养的猫 你为什么不营业 安妮是正式洗澡是昨天是第一次 因为要打完疫苗过一段时间才能洗毛 要三个一秒打拳 然后 要不然猫咪容易生病的 那小的时候经常给它洗屁屁 因为它容易弄脏 安妮 糊涼 痛死了 哦 痛死了 哦 这一下给我咬的 痛死了 哎呦我天呐 痛死我了 好啊在寝室啊 因为720这肯定是欺负我 对就是欺负你 那不是我欺负你 可能是别人欺负你 化身为猫脾气暴躁 对它脾气超级暴躁 那得多久没洗过澡了 猫就是不是每天洗澡的呀 猫又不是人 要不然猫会生病的 而且猫它也不会很臭很脏什么的 这还好 谢谢斯巴小飞亭猫跑的 它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咬我呀 其实咬掉一块我也很痛 这些蠢猫 太过分了 它现在已经飘了 自从有了帽子以后就已经飘了 谢谢玫瑰花 这拥有了帽子加成 不是它是它不是眼睛的 我感觉它像那种神经命系 不是正常猫 就不是一只正常猫能干出来的事 进外怎么不能送礼物 谢谢斯巴小飞亭 你成功了 你成功送出一个小飞亭 人家都说我的那个像那个电梯 然后你说我的眼睛像厕所 你真是你想死吗 看有没有被动物上来上水 没有 没事 没有为什么 就我开心啊 我自己贴的嘛 他和鲁静平有什么关系 他和鲁静平 天哪 鲁静平在他小的时候 还经常抱着他什么的 结果后来 就对他 就开始不爱他了 他小型亮片 嗯 还好 这个还 这个 这个还挺家人的呢 因为它是铁的 其实亮片在哪里买的 种类反多 就是 就是我是在那种 卖那种 指甲 美甲的店里买的 然后贴了脸上 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卖的比较贵 眼妆 发甲耳甲手链都充满了惊喜 是吗 我今天是这只小妈咪 是那个 是那只好可爱的小妈咪 耳甲有的时候我是在剧场随便找一个带着 你上次那个手链找到了 我带回来了 现在摔的还好吧 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又差点皮刹摔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今天可能是有点怪怪的 对 舞台上会拨铃拨铃吗 分开直播吗 还好 被猫控制 安妮下去 安妮 不是 哎呦我听了 太丢人了 每次都搭配出无线组合 我跟你说我对亮片有了敏感 哈哈 化妆不怎么样 所以就只能靠研究亮片 一直偷偷看什么 背着一声安妮下音 因为她就是安妮有点 癫狂 她只有在被刚刚放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对人的态度比较好 她每天在挑战我们的底线 下次或者会贴亮片 不行 贴亮片不行 我化妆不好不是我自己说的 是别人说的 是被所有人吐槽的 就是化妆太差 但我自己觉得自己挺好的 安妮的皮 我觉得我们就是插队 不管说再怎么皮啊什么的 我们还是个人 但是安妮她所作所为 就不像一只猫 对 这不是那种 狮子王真人版 你有看吗 真人版 人眼狮子吗 人眼狮子吗 嗨 你来了 什么东西 什么花园 妆都是慢慢 念出来的 看前面以前的黑历史 我是觉得 就 这样了 我尽力了 调整不出来 我累了 平常画眉毛就行了 平常我连眉毛都不画 平常我就是 啥样 就很恐怖 就 对 我只有是那种非常 重要的时候 我 如果画眉的话 说明还算是重要一点 不然露博出来了 哦 哦 不然露博出来了 哦 我也想去看看露博 哦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扫了我不想看了 哎呀妈呀 哎呀 哎呀 哎呀妈呀 我画了 也不是 但是 哎呦 哦 好的等我有空 啊 天哪 真的 哎呦喂 真的是 太难过了 太跟人悲伤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哎呀妈呀 就很无奈的时候 就会说这句话 嗯 是这这句话 就是这个四个字 哎呀妈呀 就特别像一句成语 我跟你讲 但它适用于任何场合 就用不同的语气说出来 就是 呃 惊讶高兴 善 什么 心怀乐都有 是吗 是吗 我在我在台上说的话 你们也能听得见啊 啊我在后台说的话 你们都听得见啊 哎呦我的妈呀 我又来了 哎呦喂你们怎么都去看了呀 等我看久了就是面谈 嗯 嗯 头发就随便一输 嗯 这个鞋是我自己买的 哈哈哈哈 因为卖没有完全比啊 是吗 哎呀妈呀 哎呦我 人生太难了 我太难了 啊 我可太难了 最后就是换手鞋 要为什么走上这个节点 送鞋的 你一会儿多一会儿起的 那有怎么回事 上脑换鞋 去拿那么多钱买鞋 好去忙吧 拜拜 嗯 他是鞋 鞋带是个扣 哎呀算了 你不懂 你们不懂 这是扣住的那种啊 就是 你蹲下 一抬起来 就因为你没穿过 所以你不懂 在境外口袋充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 对 我也听说了 境外那个口袋充不了的 我是很难会遇到合脚的鞋 我没有 几乎很少会穿过合脚的鞋 我小的时候穿的那个国标舞鞋都会大很多 嗯 就我没有办 那长大就好了 长大已经比小时候好多了 那怎么办 呜 没关系 呃 呃 你可以把那个账号 拿去给你的一个 比如说朋友 让他帮忙 冲 然后你在 在国外再登陆 嗯 这是我想的方法 嗯 你别说话 人家留学怎么了 真烦人 冲不了直气 少了 几百 黄瓜你在说什么 找带冲 对对对 就是找带 找一个 找一个你的好朋友帮你就可以了 应该有可以帮忙的朋友吧 有人愿意帮忙吗 就是 是 上 上 上学的大家 上学的怎么了 我很多的优秀的人都 我很多优秀的人都 我很多优秀的 他不听我的呀 他不听我的呀 那个携带这种东西 他不听我的 我说了不算呀 我太难了 而且要用安卓充苹果柜 我的天啊 真的呀 为什么安卓 为什么他系统不一样 他那个鸡腿的那个 还不一样啊 凭什么呀 他怎么能歧视别人呢 就是怎么了 安妮儿 你又在干嘛吗 他现在在地上闻来闻去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而且安妮 我发现安妮有个毛病 安妮吃头发 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吃头发 因为苹果有手续费 那也不当苹果的人 每次借一个手机出门吧 我的小亮亮 好看吧 对 就是找朋友帮忙 这是我想到的 智慧 智慧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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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系统不一样 充值的钱还不一样 苹果收费太烦了 为什么这样子 我的设计感 小亮亮 我以为又是西天一的心理者 小亮亮 谢亮亮 插宝 你们是在那 那 苹果的用户呢 他每次都要去借一个手机充吗 那绝对不能用苹果充啊 太浪费了 哎呦喂 太浪费钱了 谁加钱这么浪费 发什么超话 嗯 这不欺负人吗 没事买不起苹果 不用加30%手机费 还好我用的是华为 嗯 嗯 然后我再直播 三分钟 嗯 再直播三分钟 我就下播了 嗯 然后 哦 一人拿两个手机看直播 哎 为什么要拿两个手机看 就是为了给我增加人数吗 就是苹果比较独特 哦 还有可以没有手机费的方法 神奇啊 这一阵苦笑 听立体声 这样这样听 谢谢斯巴沙飞庭 下播 我下播之后的事情 就与女无疤了 谢谢 谢谢玫瑰花 看我每次都会搭配手动特效 嗯 我只是黑眼圈而已 米香米发膏是啥呀 他没跟我提过 瘦腿的运动 我跟你讲啊 怎么瘦腿啊 你看到我身后这面墙了吗 你把腿放上去 就是躺着把腿放上去 然后 然后 嗯就行了 然后就行了 就是倒立的 就把腿倒立起来 薯片刚刚买回来 你看这就是你去买薯片的后果 这些一个巧克力 感觉其实不太专业 就行 嗯 这道理 我不要 一种特色小吃 哇那我想吃 我觉得我会喜欢 我不信 有用啊 我觉得有用啊 很简单 嗨 对 这道理 就这样倒过去 嗯 哎我跟你们说我 我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瘦了的呢 是我一直也没有觉得自己瘦了 是我之前那段时间经常坐高铁回去回沈阳做高铁 然后有一天高崇就突然说说觉得我瘦了 然后当时我觉得很惊讶 嗯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瘦呢 然后后来我就去称那个体重 然后一上称我说 我天哪85斤就是42.5 我怎么可能我42.5 我怎么可能42.5 因为我一直都很胖 我一直体重就是可能就是45那个样子 我说一下怎么可能 从45到42.5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然后我就那天我都不敢吃饭 然后后来我就像我就吃完饭了之后 我去称哎我真是42.5 我就特别特别高兴 然后从内从那次之后我才有意识的 我说要去减肥 然后结果后来呢 结果后来就来到这边之后 我的体重变得非常的平均 就变成了88 我就觉得很难复 也没有多什么 就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的 多了三斤 谢谢插队磨牙棒 你不用整个倒过去吗 而且倒立还可以支黑眼圈 谢谢插队磨牙棒 谢谢 哎 我七十七斤是我十五岁的时候 嗯 嗯 七是一个圆满的意思 就是希望 人生圆满 对 所以就是 我特别喜欢那个 一个表情包就是这样 我圆满了 谢谢 谢谢 你送我的小玫瑰花花 是可以支黑眼圈 人生圆满 哎 算了 你们不懂 七角星是最难画的 是吗 我最多见过六个的 你120斤是因为你特别特别的高 我 我要是高成你这样 我觉得都可以 嗯 好了 我觉得我的时间已经超过超十两分钟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说哦 三分钟的再见吧 拜拜 我现在开始我们 高成这样 高成这样我就去当模特 哼哼哼 我就去考北服 当模特 谢谢毛牙棒 谢谢夜碟 哇 手动客销来了 谢谢夜碟 北京服装学院嘛 就是 学模特表演 高的话 对 就差 其实我 没想长特别高 我就想长1米68 我就满足了 我觉得我人生1米68 就满足了 等你一会儿抓个蝴蝶回来 因为空姐1米65就够了 1米64 空姐是要1米64以上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 学校有招过和1米64以上 对 所以你把你多那几公分分给我嘛 嘿嘿嘿 色穿花很可爱哦 陈琳1米65 嗯 陈琳1米65 嗯 对 周四工作加油哦 拜拜 差点就当飞行员去了 那你这样的话 你坐到飞行员 那个座位你多挤啊 你还几点飞 应该 好 晚晚我不两点睡 我三点睡 放心 拜拜 拜拜 马上去参加活动了 好 辛苦咯 拜拜 拜拜 说为了你好呀 你就知道我会怎么说 拜拜 拜拜 大家早点睡 明天周四工作辛苦啦 然后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已经放了暑假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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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 嗯 啊 一 晚安 拜拜